所以生活在这世界很痛苦 有地位也痛苦 有情也痛苦 没有地位没有情也痛苦 都是一样的痛苦 佛教我们利苦得乐 所以说实在讲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叫我们把这些情之放下 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场空 利根人 上上根人 一眼就看不过 所以它能彻底放下 它不放在心上 像镜子照东西一样 古人说 胡来见胡 汉来先汉 胡是胡人 外国人 从前中国 说外国人都叫胡人 外国人照镜子 先外国人想 汉人 中国人 中国人照镜子 写中国人想 镜子没有心 完全随缘 不着想 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 都忘掉了 没有向镜子学习 照镜子印到霍掌 称镜子菩萨 要向他学 你看他真随缘 痕迹不着 这就是发神菩萨 这就是发神如来 我们每天没离开他 但是不会用他 会用他 每天照镜子 那就是无上妙法 那就是在真修行 你看镜子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凡所有相 见识绝望 一切由威发 如梦幻泡影 那很多年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把这几个字印在 透明的帖纸上 透明 送给谁呢 送给很多同修 我让他们 你把这个东西 贴在你家电视机上 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 不要被像迷了 假像 不被假像迷了 看电视也是真修行 佛法在哪里 没有一发不是佛法 问题是你会不会 会了 无有越法 不是佛法 不会也 花言 发花经 也不是佛法 你都不会吧 佛法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活活活活活 就在面前 没错 都不会有 不在 都不会 这 都不会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